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刚刚主要就是建一个专案 所以New一个Project Other 那理论上下一次应该 如果你们怀疑应该有可能它会自动改成叫PyDev的Project 所以每一次建专案的话一定都是什么 先建一个专案 然后呢 如果你要建第二个你就Test2 然后记得这边Create一个SRC 然后按Finish就可以了 第二步记得在那个什么SRC上按右键 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Module 那个Module一定是PyDev的Module 反正下一次只要有专案 然后你有一个专案下方就SRC 一直做NewModule就对了 所以以后的程式就单位基本上就是一个Module就对了 OK 然后呢 我们刚刚就撰写了一个反正非常简单的程式 A等于3 B等于5 相加Print出来 并且学会什么把它放大 画面 这个蛮重要的 加 Ctrl加 Ctrl- 不过Mac 因为Mac没有Ctrl-键 所以Mac你可能要再想其他的方法 因为这边有蛮多同学说Mac 有些时候我自己有Mac电脑 但是最后还是习惯可能因为被Windows殖民太久了 脑袋里面就没办法变 一用到Mac就觉得我要重新试验完就算了我还是回到Windows 所以我也把我的Mac把它装一个Windows 双重开机或者是可以切换开机 OK 另外在Mac 为什么会把它改Windows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Mac上面只要所有的应用程式都要花钱 那他们可以 以后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你可以不用New 你可以让它自己帮你找 QuickAutoConfig 它就会去你的系统里面找 并且找到之后的话 可以帮你把它直接放过来 但是通常是找到的 因为你可能有的时候你电脑里面不只装一个Python 而且可能你要装什么Honda那些东西 那些套件 那它也会帮你找到 可是你也可以切换 你可能比如说有新版有旧版有2.0 有2.X的有3.X的 你也可以自己去选择你要哪一个韩式库 不过通常我们刚开始不要讲那么复杂 不然我怕到时候同学弄错了 反而会出现更多的问题更麻烦 所以我把它remove掉 这个我马上找到这个把它remove掉 我就用懒人包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好处就是大家的环境都统一 那你们出现的问题也比较不会说出现的跟我现在讲的又不一样 那就变成说你的问题可能跟我现在讲的又不一样的话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OK有的时候会造成这样的状况发生 当然我蛮鼓励大家就是你们除了Windows环境之外 你还可以到Mac甚至Linux上面去把它装起来看看 为什么 因为以后你不能 你不可能说你是用自己的方法在开发 有的时候客户端他需求又不一样 他可能挺实用有一些不同的需求 就是我全部我们公司全部都Mac 那你为什么在Windows 而且你拿去人家会觉得说 就觉得用异样眼光看你又不会 对不对而且或者说以后Linux 所有的微型装置上面都是Linux 那你势必以后你要开发的环境就只有Linux 那你如果不会的话那惨了 而且以后如果应征面试工作的时候 人家也会看到底你会不会各种环境 如果你每个环境都OK的话非常好 OK尤其现在最需要让Linux 发现现在很多公司都会一直希望能够 请我推荐有没有很会Linux方面的相关的人才 OK所以一定要跳离舒适圈吧 千万不要一直用自己习惯的方法在做事情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回去在Linux上面也可以装装看 也可以啊 虚拟机也可以啊 但是你虚拟机的话 本身就是你那个电脑的等级也不能太low 就可能还有你的Rain也不能太少 因为它会直接去吃你的那个 本来的那个电脑里面的memory 至少可能的话16G的Rain可能还不够 可能是32G等等的更高 然后CPU可能要等级高一点 最好在I7的等级 OK啊 这其他 这些东西的话呢 都对各位来说将来都会有 我是觉得延伸性的啦 那不过我们上课还是基本上环境简单一点 接下来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做好这个程式之后的话 Rain出来8没有问题 可是问题啊 一般Printer的话 如果你出现了8 感觉好像这边叙述不够明确 所以通常会什么 会加一些什么 加总结果 冒号8 这样子 比如说我这Printer还是需要一些 前面有几个中文字吧 对 不过如果你放中文字的话 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第一个 这个编码问题 对 编码问题怎么解决 比如说我今天呢 我就在这边输入 加总 就是这样子 OK 然后记得啊 如果你要串接的话 一定要加一个加号 那可是你会发现呢 第一个它就出错了 它这边又有虚线告诉你 请各位注意一下 在那个我们Eclipse的环境里面 它会有编码 编码的充码问题 那什么样的地方有问题啊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Windows环境 它预设的内码是用BigFi 那它里面呢 叫BigFi码 那可是问题 现在一般标准就UTF8了 所以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 假如说你现在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呢 它会有个状况发生 串接 第一个问题 它说 这个什么 Non-UTF8 core 也就是说因为 在Python里面呢 用的是UTF8的 这个内码 但是Windows 我们现在一个版本是Windows 它用的是BigFi 所以两边不相同 那怎么办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编辑它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请你到哪里呢 一样到Windows 里面的话 有一样叫Python里面 找到呢 特别刚刚是PyDiv 请你在PyDiv最上面叫General General这边 找到Workspace Workspace 特别注意哦 关键的地方来了哦 编码方式哦 因为在那个Equilibus里面 ForWindows的版本 它预设是用MS950 不过如果你是Mac不见的 Mac应该就是已经是Uliber 这个地方就不用设定了 你可能检查一下 在这个Workspace里面的这个哦 请你把它改成 MS950就是我刚刚讲的BigFi 那请你把它改成Other 改成什么 改成叫UTF8 OK 那我们就是以后呢 一律产生新的模组 里面用的编码 就都用UTF8 这样就OK了 那为什么 其实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微软的关系 微软就是它比较相对不合群 它有道理 因为Windows这么多嘛 它占有率这么高 也就是其他厂商都用YouTube8 但是只有微软 它就是跟你不一样 OK 所以会产生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以前遇到蛮多问题 就是开发的时候 用微软的环境开发 奇怪跟别的城市就是会有充码的问题 那问题其实就出在这个 也就是以后 如果你遇到乱码 请记得全部改成UTF8 问题就解决了 OK 好 那把它apply close 在这边记得设定一下 但是你会发现呢 你把它改完之后 刚刚本来是用那个MS95 那BigFi 它现在变UTF8 变乱码了 这怎么办 你再把它改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呢 可能就是再把它改回来 加总 冒号 OK 好 但是你一run之后 你会发现 理论上 应该不会有编码的问题了 可是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发生 底下请各位慢慢要习惯 看懂下面的叙述 他跟你讲说 哪一行错 这一行 第四行 为什么错呢 他还跟你讲说 你这边有点问题 打错位置 OK 他跟你讲 这个 对 这个要放进去 好 这样 理论上 这个8 创造这边 这个 然后把它执行 底下的话 第二个 底下跟你讲 错 错的话呢 底下还会跟你讲说 你的问题在哪里呢 Type L Type L 就是形态 Type 资料形态 L就错误 为什么错误呢 他还跟你讲 他说没有办法帮你串接 Stripe SDR 就自串 然后呢 Nuts Int 那你讲说Nuts Int 哪个是Int呢 对 SUM是8 是一个 Integer 对 所以如果你要串的话 特别注意 请你记得 把这一个怎么样 转型 对 转下去 所以很简单 你就在SR SUM前面加一个SR STR 前刮户就可以 再一个后刮户 那意思就是说 我把什么 把那个 这个 这个里面本来加完就是8 加了这个之后的话 它变成什么 变成前后 双引号 一个8 意思就是说 我把它串完之后 它就变自串 自串才能跟 原来前面加种帽 才能够串接 这个概念很重要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 错都错在这里 心态搞不清楚 也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要串接 一定要转型 OK 当然相反的 如果你要去加减乘除的话 就要再转过去 转过去SRT 这边Int 这边把什么 把字串再转成整数 可是Int是整数 特别重要 整数的话 意思就是说 没有小数点 所以如果你资料里面 有小数点的话 那记得 你要改成Float Float 加种帽号8 成功 OK 所以请会待会 第一件事就是 设定那个什么 General这边 General把它Wallspace 改成入力的8 这一定要做 第二步的话 再把这个转型 加上去 试一下 来画面先缓解各位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